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永乐青荒苗红 而气形也很特殊 葫芦瓶一般来说都不多见了 葫芦相当于什么谐音来说就是一种葫芦 而且我们中国人喜欢讲道家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就很有内涵 葫芦里面装的药又代表长生长寿 它有很多吉祥律意 最直接来讲就代表一种服务 一种路 有服务有路 服务就是一种享受 服务就是一种享受 路就是一种凤路 就是钞票 钞票多 而且又能享受得到 能够enjoy 所以服务 我们这个慈祭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什么 青花苗红 当然它气形也是一种特殊 它是所谓八角形的 也就是八方的这种活务 它不是上下两个圆 一个大一个小这样 那是单纯 这是八片组合起来的 叫做八方 我们中国不是叔叔讲八卦吗 那谈八卦 聊八卦 我们《易经细史传》也讲 一有太极 四生两一 两一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一切都是从阴阳开始 然后到八卦的时候就做一个什么 定论 就做一个定论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好 八卦也好 八角也好 八方也好 它代表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神 一种哲学的意涵在里面 而且也是一种美学的一种表现 那样拍个角就好看 它一棱一棱的 你看它那个转起来 转动起来的时候 它带有那种波光灵虚的感觉 就感觉上 它这是什么主体文士呢 是一对凤 什么一对凤呢 一对凤 两个尾刺不同 一个是什么 五条尾刺 一个是一条花尾 一条花尾 所以这就叫做什么 凤凰 凤凰 凤凰玉飞的凤凰 或者是称为什么 鸾凤 鸾凤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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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鸾凤和鸣这么一个吉祥如意的 青花 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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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鸣鸣 鸣鸣鸣 或者凤穿什么 或者凤穿脸 或者凤穿花 因为它中间缝在什么 蝉枝的这个 它在蝉枝的莲花丛中穿梭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我们再复习一下 那个 根据景泽镇陶路 根据青兰府的景泽镇陶路上 它这么介绍 樊鸣佑 我们的红彩是樊鸣佑 樊鸣佑 是什么呢 是以 清凡 清凡煉红 清凡煉红加千粉 广焦 而成 所谓的广焦也就是牛骨焦 天然的一种 材料 就是幻觉到它里面加了千粉 所以我昨天碰了一些细节照片 各位可以看 它中间有带有那种千粉的那种荧光 这是标准 这是标准 而且时间久了它慢慢会吸出 会有氧化吸出 你要是说 用力擦可以擦掉一部分 但不可能完全擦得掉 可以擦掉一部分 但是我也建议给我比较擦 我刚开始的时候擦 擦了之后 后来也蛮心疼的 后来我就不理它了 你这样 每每的这样聚擦 因为它是右上擦 你擦一次它就损伤一次 擦一次它就损伤一次 就跟陈化豆采池讲的那个擦子 那个擦子 为什么那个 你看用放大镜看 所有的几乎差 因为那个瓷器 你再老 老不过500年 成化瓷器到现在550年 概率来说 对吧 你拥有个50年 就很了不起的咯 50年就很了不起 50年我看都不太可能 50年你在这一代人手上 除非你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收 或者你家传下来 到现在来讲 家传下来的往往都是骗人的 都是编故事 都是编故事 所以你要存50年都难 何况这样存个550年 不可能 你假如我家传传了550年 你在会骗谁啊 所以 你的上一手是谁 你也不知道 上一手他怎么处理这个的 你也不知道 他原来在宫廷里面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 后来流离失所之后又是什么状态 后来遇到战乱 后来遇到那个小太监偷出宫 又经过几经转卖 这很有可能的 你看连溥仪的皇帝都卖 皇帝都把那个东西抱 一些宝贝抱 一路从 从北迈到南 从南迈迈到北 那时候好称为东北货 是吧 所以了 这个 可想而知 而且那时候浮仪还当皇帝的时候 还没下野的时候 那时候就清查数量 他那时候就知道宫女太监在偷啊 偷瓷器啊 后来把摆瓷器的建福工他清查数量 那太监那时候谁甩他啊 你一定是末代了皇帝了 马上就滚蛋了 一把火干脆把你烧了 这叫做毁尸灭积 建福工因为这样被烧掉了 你不清点还好一起 你要清点更完了 所以历史上斑斑可考 你的前手是谁也不知道 所以陈化窦彩词在里面的 叉子 就像跟网上讲的 完全正确 这哗哗哗哗的 你用放大镜 不要说多人 用十倍十五倍 当然用个三四十倍看得更清楚 那里面哗的不像一样 包括我自己手上的那个 就带有那个叉子的部分 那叉子是一小点 那叉子是因为是 有的时候是烧坏的 那我个人的看法 除了烧坏 咬里面烧坏 还有一种是经过长期的氧化 因为这个矿原料酒 它会氧化的 它不会掉 它会氧化 它经过氧化 它会摄折 会趋向那种 会趋向那种 所谓的那种叉子的摄折 不管怎么讲 结果论来说 大家都觉得脏细细的 想把它擦掉 纹一点的 就用一个棉布擦 纹一点的 就连擦带抠 带刷子 所以你看 都是哗哗哗哗的 包括我自己手边在里面的 那小块的叉子 因为我都不能看 所以我再也不敢擦了 我擦过一次 我再也不敢擦了 后来我悟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 后来那件池器在我手上 二十来年 二十来年 我就擦过那么一次 大清洗过那么一次 因为我也强迫症 我闲那个脏的东西 我看了很多 最后来我就再不懂 那同样的 我们都是右上产 那个擦子是右上产 没有玻璃柚照在下面 所以右下产还有保护 我们的右上产 它直接面对空气 直接呢 它会氧化 要是完全都不氧化 你就小心 这个是很可能 一个化学原料做成的 它一定多少都会 时间越久 就越明显 你看我们这个低温 又有右桃 汉绿右 大家玩过汉绿右 都知道 汉绿右有那个银斑 就这样形成 它吸出啊 那刚做成的时候有没有 刚做成的时候没有啊 肯定没有啊 它慢慢 同类相聚 慢慢它吸出 再弃掉 所以久而久之 你当时 你反复一直去擦拭它 它会擦掉 你久了没有擦 就擦不掉了 它就变成那种银斑 你硬要擦它 就损坏它的右面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但是你看我们这件的青花 也非常漂亮 青花的发色又漂亮 又有蕴扇 又有黑枝斑点的那个铁锈斑 而且那化工也是一流的 就是 你看它那个中间的这个波涛纹 这个江崖海水 我们皇帝啊 一定喜欢这个江崖 为什么江崖 代表江山嘛 代表它的江山 所以它要摆明一下 口言边是它的江山 腰上是它的江山 最下面是莲座 莲座 巴纳玛变形的什么 莲半纹 就非常有层次感 它非常有层次感 然后上下这两段 中间的肚子的地方 球状体的肚子的地方 上面是画蚕枝莲花 蚕枝的地方呢 是用什么 叶子是用青花画 但是花 就是我们讲的 苗红 苗红就是繁红 繁红彩作画 它有三种功法 它有三种技法 第一种技法 就是我们这种的 我为什么一再强调 我也拿出来一个元代的一个 红绿彩 给各位看 比较它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一个长期在民间流窜 经过岁月的风霜 然后再加上它制作的时候 它那时候还没有玉瑶厂的建立 它那时候制作的时候 还是很粗犷 很豪迈 就是这么讲 而且很简略 就带有那种豪放的那种色彩 那我们有了玉瑶厂的设定者 玉瑶厂的画片 都是由宫廷画师做画稿 然后皇帝下狱 然后玉瑶厂的路瑶关 根据这样 找资深的优秀的这种工匠来制作 所以它制作程序上它是很严谨 就出来都是规规矩矩的 规规矩矩 在规矩之中 我刚才讲了 它这种所谓的繁红彩 它的施作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最高层次的 就是描红 看得到它的笔触 就是用 等于就是用细笔在做画 小笔涂抹 它的工艺器跟那个 所谓永圈新花池也是用小笔涂抹 只不过它看得更明显 因为它是右上材 而且它用的是那个红色的 对比性特别强烈 你看到它中间那个静脉分明的地方 那都是反复的去涂抹 所以那叫做描 我们写字 各位晓得吗 描摹 那是一种描摹 连写带画 连写带画 一种描摹 非常的精细 非常美 而且很有立体感 它有层次感 第二种是什么 抹红 抹红假设 当然这边没有用抹红 假设说中间这个腰身的这个地方 整个我要把它变成红色 或者口言这些 整个我要把它变成红色 那清朝那个就有 那个进水瓶就有 千龙的进水瓶 那就用到了抹红 抹红它就是整个刷一圈 这边刷一圈 那叫做抹红 那更大面积的整个我要私幼 它地质我都要成为繁红 但是后来清朝称为珊瑚红 整个地质都要变成珊瑚红 然后它在上面再做其他的右上材的作画 或者粉材的作画 那整个的地质 那个就叫做什么 那就叫做吹红 吹红就像那个喷漆的道理一样 喷的 那时候没有机器喷的 用什么说 用嘴巴喷 小竹板吹的喷 那时候还有技术的 抹红是什么 用刷子 就大笔 大笔涂抹的刷子 描红是什么 是小笔的涂抹 就是做画 做精工的画 精细的画 就等于说我们做一个什么 工笔画 工笔画 它这三个层次 三个不一样的工法 有不同的名称 都是红 苗红 清花 苗红 抹红 跟吹红 一直到我小的时候 我看那个附近 那个酥酥伯伯 他们要烫衣服 他们那时候在公家 就要上班 很多军人 军服要烫 他们都用什么的 那时候也不讲什么卫生 嘴巴含一口水 噗一下 那个水就 噗在那个衣服上 噗在那个衣服 然后赶快利用那样的 潮起 有潮起 他就用了运动 运动已经滚烫了 然后就 之下要噗一下 所以那时候就用吹的 吹的就是喷的 好不好 各位知道 那我们主体文是 大家 我为什么今天拿出来 这一件 因为之前我给各位看过 那个蚕枝的花卉 蚕枝的花卉 我们那个繁红彩蚕 蚕枝的花卉 就青花苗红 蚕枝的花 非常漂亮 你除非是假的 或者是怎么样 真正的 你就可以看他们的静脉分明的 不要说那个 青花精致一点的青花 永鲜青花 你看 那个碗里面拍的 最贵的一只碗 就是那个 那个叫做 那个石林 那个叫做 莲唐纹 或者叫做 鱼藻纹 鱼藻纹 石林喜 号称为什么 宣德晚王 那拍摄 还舒服比拍的 就比如说 好几个亿啊 你注意看 他的那 画的那个 我们都学过 画荷花 荷花里面 除了花 漂亮 是吧 荷叶也 漂亮 真正的意境 境界在那个荷叶 在那荷叶 在那荷叶 张大仙也好 或者张杰也好 那荷叶 非常非常的劲道 荷叶里面 他还要挑那个什么 像个透明的一样的 他的静脉啊 静脉 好像你就看到静脉中传输的水分啊 那种感觉 我宣德晚王里就有 我没有那宣德晚王 但是我也有宣德其他的鱼藻纹的 也是这样的 你有这样 最起码你才 怎么讲 才称得上是一件 管长的一件 这个真器 或者一件重器 你否则 胡同阿诸都在一起 那是不行的 有人说 那个 宣德的 有那样的运伞 哎 运不运伞 他可以控制的 他不是说完全不能控制的 他有时候要 那个时候 他可以调料 农淡 轻种 他都会有个比例 所以大家有 我们有时候 做什么事情 需要客观 像这波涛 他不需要做的这么细致 他波涛带有那种豪放 你看 这边的波涛运伞就比较厉害 他画的这个什么 残肢的这个什么 这个劲 他需要比较有力的 一运伞就显得软了嘛 他这中间你看 他的运伞程度就比较轻微 他在这边的海涛的地方 他就 他蓄意 他蓄意的 这蓄意的要 比较豪放 他只要把那个 颜料 研磨的粗一点 他就具有这种效果 或者他 调浓一点 具有这种效果 所以呢 他还包括他下面的这个巴辣 嘛 所谓的养莲蚊 养莲蚊 一般也比较粗犷 要展现出来的那种原始的风味 那原始的风味 你看他通常 通常在说 那个运伞的状况也会比较重 而且他都是 因为这个运伞伞都在收编的地方 所以他需要一点重 就是说 那个浓笔重磨 需要做一个收编 需要做一个收编 就跟女士们化妆 画画的道理是一样的嘛 他在东西 在编的地方 他那个色彩要重一点 他在中间的地方 他要把他色彩叫 所以要用那个渲染 最边的地方最重 中间的地方就要带 他这样就有个层次感 看起来那个五弯就立体 就漂亮啊 这个瓷器也是这样子 他有黄金比例之外 我们又从他的文士 从他的作画的这个技巧里面 更能够凸显这个瓶子 他的腰身这么细 颈部怎么样 然后腹部 然后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 就像是一个什么 八块鸡 像一个腹肌八块鸡 一样 这么一个结实 这么紧实的一个东西 前面代表他胸肌 下面代表他什么 下盘的稳健 哇 那种感觉 人体的雕塑 就是那个健美先生 那种感觉 不是松垮垮的 不是松垮垮的 像我们是老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健美啊 我们以前受两期训练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天天穿的都 天天都不着上衣的 天天都是一条红裤头 红短裤 红短裤我给各位讲 连内裤都没有 就那个红短裤 它里面戴了一个内三角 所以内裤都不用穿 就那么一条套上就是了 白天到晚上就这么一件 因为我们整天都在水里游游泳 要不然就在那操舟 要不然就在海滩上做那个蛙人操 所以 知道那种感觉 那种很紧实 就是很精壮 很筋骨结实的那种感觉 那种能够很奔赃的那种 我们讲的艺术上 艺术也要有张力 雕塑也要有张力 为什么在欧洲的这个雕塑 中世纪以后的这个 文艺复兴以后的这个雕塑 这么有名 它就把肌肉线条感都拉出来 那种奔赃的那种感觉 有那种艺术的那种 强化那种艺术的那种表现 有那种艺术的张力的表现 好不好 我们这个青花发色到位 宝石 成宝石蓝 然后我们的 樊宏又有的地方 樊宏又非常的艳丽漂亮 而有层次感 樊宏又是吉祥 又是代表皇家的风范 你看它那个那个 那个凤 凤的身上 你看 它那个静脉分明 静脉分明 这个樊也是这样 樊也是这样 静脉分明 它的花 你看这个莲花 你可以对照我 PO的细节照片 都是静脉分明的 哪怕一朵小花 也是静脉分明 静脉分明 静脉分明 小花 下面小花 这上面这个什么 小莲花 静脉分明 它整个是一个残字脸 这是凤穿脸 简单讲是凤穿脸 就是软凤 软凤穿脸 软凤穿脸 软凤穿脸文 你看 这上面的画 它这个画得漂亮 它上面除了这个莲花 它用这个繁红的这种 小笔涂抹的繁红表现 它连这个穗纸都有红色 而且它把那个荷叶 那个莲叶 它也是用这种繁红 那个十字形的一种表现 非常具有那个艺术表现力 艺术的表现力 所以这件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这件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一般不是很好的朋友 我都不把它展示出来 为什么 因为大家有的人是 心态很好很健全的 他会感恩 我们一起来共享 有的人看完的时候 还可以酸两句 那我们就不去探讨了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个性 你要去深入太多的话 你要是到处给人家看 人家因为你在炫耀 这个没有内涵炫耀 应该要谨言慎行 你搞清楚 我们谨言慎行的一辈子 我们搞的我们那个单位 我不是单位谨言慎行 我早就出了几本书了 书写好的 就是为了 最后那么一刹那 不要以私害功 我们很自爱的 投资几十万下去 花了那个精神已经花了大半年了 这个书 就因为这样有什么也没有出 所以我们 有我们的一个分寸 我们有我们的一个分寸 也支持我们的朋友 我们互相打打气 互相鼓励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的 按赞也好 订阅的 然后继续看下去 渐渐精彩 好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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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